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谋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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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手持 愿解愚来真实义 愿解愚来真实义 我们讲回《妙法莲花经》的讲座 上一讲我们开始讲到《妙法莲花经》 《妙法莲莲菩萨》的第25品 第25品的重点 上一讲当中 我们除了讲了《妙因菩萨》24品 讲述来到《梳婆世间》出席《妙法莲花经》的法会 然后愿来讲述 过往生种种供佛的功德 而能够正到现一切色身三昧 能够在一切的国土 现一切的身形 广度一切众生 这些都是修行《妙法莲花经》的结果 在《妙因菩萨》回到他的国土之后 当时聚会有另外一个菩萨 叫做《无尽义菩萨》 即重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 就跟佛陀这样讲 接着他就讲 佛陀,到底这位观世音菩萨 以何因缘明观世音呢? 留意一下他没有刻意去问 观世音菩萨是来在哪里 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 事事出席 释迦牟尼佛的说法聚会当中 事事是随起众、法起众 代众生问很多问题的 或者代佛解答很多疑难的大菩萨 在这个世间乃至在他方的国土 没有人不懂观世音菩萨 所以在这里 他不再多讲解菩萨的典故 他的来源 他的因地修行 直接问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他的因缘叫做观世音呢? 直接问 在这里也突出了一件事 就是说 《妙法莲花经》已经进入一个尾段 无尽于菩萨要这样问的原因是什么呢? 亦是觉得观世音菩萨 亦是圆满修持这个妙法莲花 成就一切妙功德门的表表者 所以狠请释迦牟尼佛再在这个 《法花经》的聚会当中 来详细为众生讲解 这个圆满大乘妙法莲花修行的法门的观世音菩萨 以及他导生的种种善巧方面 乃至在会一切欲想修行圆满妙法莲花经的弟子们 只要归命观世音菩萨 乃至一时而的礼拜供养 他将来都一定会圆满妙法莲花 所以亦是一个百谦善巧方便 接着佛陀亦都讲述了 观世音菩萨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上一讲也都讲了 在《悲花经》里面记载 观世音菩萨过去曾经 是做过一个转伦王的太子 叫做不孙 因为法愿将来成佛 在行菩萨道这段时间 只要有任何众生临当苦难无依无咎的时候 清其名者 被他天耳所闻天眼所见 他便会但愿他能够即时 观其音声解救他的苦难 亦因为这个愿 在《悲花经》里面记载 被宝藏如来为其取名观世音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字由来 于今百千万亿不可说的 拿由他劫以来 广行六道万行 都是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称 作为令众生呼唤的圣号 直到他将来成佛 叫做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 这段时间 记住 不要随便和菩萨改名 千万不要改了两改 改了什么南海古佛 有什么什么什么 不对的 我们不能够曲解如来的意思 不能够曲解菩萨的誓愿 因为菩萨的誓愿 说明是你 你谁叫我名字 我民声救苦 而这个名字是由宝藏如来改 直至他成佛之前 他也是叫做观世音菩萨的 所以不要随便和菩萨改名 不对的 好了 上个星期也开始说到 佛陀在《妙法年花经》里面说 他说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俘虎虎 民事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 即时 观世音菩萨即时会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千真万确 我们在世间当中 很多时候 很顺境的时候 你会不会拜佛呢 所以富贵修行难 正常的 因为我们是凡夫 当然是顺境那种 不用求人 有句话说 他无事不登 三宝殿 当然是 临急才是 抱佛脚 当然了 我们一般 所以见到一些寺庙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拜呢 通常都不好 不开心 逆境 有求 很大部分 都有这些人 出去 就是在那里 希望去结一个圆 而无数的 诸佛菩萨 他是接引 有善根的人 通常 恶业的人 是 聞到佛法 也接触不到 诸佛人 只有大悲的菩萨 他的 敏念 恶世的众生 他才会透过他的怨力 去和众生结一个圆 所以 观世恩菩萨 地藏王菩萨 释迦牟尼佛 这三个大事 都是发 种种的悲怨 专门 是专家来的 照顾 无依无助 恶业众生 恶世众生 没有解救的时候 你叫他 这三个都认你的 所以 可以名为 娑婆三圣 在娑婆世间 堪忍受迫不的世界当中 他们是三位大圣者 能够不舍众生 只要有众生 在苦难当中 真是没救了 什么人没救呢 恶业最多 善业最薄 薄到几乎没有 对不对 但是他还有一些 为什么 他还懂得叫观音 对不对 叫观音都是福利 你少点福利 你都我不信 对不对 问题是 你肯信 你肯叫的话 这个人 都未断尽善根 都重有善根 那这些人 你一叫到 所以地藏王菩萨说 但念得一佛明 一菩萨明 那你念观音菩萨 那地藏菩萨够不够你 都够 因为你记得观音菩萨的名 他都够到你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不要我们妄起比较 因为一一菩萨 人形一一的怨力 来到去度众生 所以说 如果有众生 受诸苦虏 我们可以 可以自己试下 人 有没有不受苦虏的 没有的 画多画小 画大画小 那样的意思 是不是 一定有些苦虏的 你试下 当你没有什么帮 你一心清明 你叫他的名 什么叫一心 一心一意 投靠他 很难做到的 一心一意 半信半疑 行不行 有很多 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这样 试下 行不行就算 那些叫不一心一意 那些叫不一心一意 那些不叫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是专信的 专信的 明白的 这个叫做一心清明 那这些人呢 一念到的话 即时相应 观世音菩萨 就会相应他的恩怨 令到他们解脱 种种的苦虏 种种的苦虏 那他说 接着呢 佛陀很详细举例 若果有念观音菩萨的名 一心一意念 切入大火 火不能燒 无端白死在火牆出现 你说多惨 是不是恶业 你一心一意念观世音菩萨 不会有事的 那你说是真还是假 那当然他念得到 肯定有恩怨 救得到一定有恩怨 菩萨不会亂发怨 你发了个怨 你一真是条件适合的话 自然产生这种救拔的力量 我上个礼拜也举过一些例 真的有些人整间谷烧了 就烧剩那些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烧到 真事来的 这个 若有大水所飘 清其名号 值得淺处 我亦都听过很多人 他游游客水 跟着抽筋 哎呀 死了死了 想着死了 一面观念观音观音 没多久 睁大眼原来在岸边 那你问他为什么 他真的不知道 那有些人说 你心理作用 没得心理作用 游游客水 是不是 但这件事 又不能回头 又没得证明 的而且确 令人难解难讯 的而且确 那我们说 既然世间有一些这样的 经文记载 有一些这样的现象 我们现实世间 根本苦难苦老的事 日日都有的 对不对 人人都可能发生 家家户户都会发生 为什么我们不去 用一个 恭敬的心 实践的心 来求静呢 是吧 所以其实 在佛经讲 已经为所有的众生 开出了种种方便救拔的方法 你们最紧要试 你怀疑行不行 恭敬的怀疑是可以的 但是要一心清明 你只要好像一心念佛 一心清明 一心念观音菩萨 你自然相应 你在相应的期间 如人饮水 冷乱自知 好了 跟着也说过了 若为大水所飘 值得淺处 如果有百千万亿众生 即不是一个 很多很多众生 自古来今 有无数人为了要取保 或者开矿 或者尋金 诸如此类 种种 为求种种的金银流离车渠 马路山湖 虎帕珍珠等堡 入到大海里面 或者黑风吹奇船房飘舵 罗杀鬼角 其中乃至一人 少到一个人 清念观世 恩菩萨的名 是诸人等 一干人等 皆得解脱 罗杀之难 即是说 我自己以前听过 有很多这些传说 在海里 难民 走难 等等 种种的危险 风浪 真的有很多人 是念观音菩萨 得到这个解救 这个也是如是的恩怨 所以 这个菩萨 有很多人 我们中国人 是不是很喜欢拜天后 很喜欢拜天后 为什么要走船 走船 很怕那些风风浪浪 是不是 其实有些人说 天后和观音 其实当然 观音的样子 他不 人家说他是女人 因为我们读过去都知道 他现一切身形也可以 男也可以 女也可以 同男同女也可以 什么也可以 鬼也可以 天龙八部也可以 你说他什么人 他什么人也可以 但是 他的形象是什么 慈爱 关怀 保护 所以 有很多所谓天后庙 都会有观音像 有啊 所以 其实民间信仰 还是民间信仰 但是 如果有个人 他真的相信有观世音菩萨 真的去持念他的命 其实 他都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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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呢 亦都是在佛经里面 演变出来 成为一种的风俗 但是当然 我们不应该 当他变成一种迷信 更加不应该 当他 是一种 盲目的求福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 我们心目中 有一个好的妈妈 好的老师 去照顾我们 当我们有危难的时候 我们一心一意 归命于他 他自然相应 但是我们怎么做一个乖的学生 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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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被人 谋害 被所执的刀杖 沉断断坏 硬是伤害不到你 而得解脱 哎 好奇怪啊 当然好想打 打不成 好想杀 杀不到 种种有原因 甚至于斩下去 可能有事 斩的儿子 突然心脏病 你又不舒服 很多样东西 都会发生 好了 假若三千大千世界 有很多 恶的鬼神 不是善的鬼神 希望他的恩怨果报 你为什么会遇到恶的鬼神呢 因为你有恶的业 是吗 你没有恶的业 怎么会遇到恶的鬼神呢 当然的 是不是先 好了 你遇到恶的鬼神 你是很想摆脱 但是你的恶业又清不到 怎么算好呢 如果你一心清念观世音菩萨 这些夜叉 窒截鬼 我们讲的 罗杀 罗杀这些杀陆的性 很强的一些鬼王 欲来老人去老乱你 伤害你 文奇清观世音菩萨命者 诸恶鬼 尚不能以恶眼是知 他用恶的眼去看你 他也有困难 这一点你会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真的呢 原来真的 你不信你试一试 譬如给个例子 有些人恶人就好了 你大大声读金刚经 原来你读金刚经也好 你读经文也好 你一读一读他会眼睡的 因为业力澄清 他会很辛苦的 越是用恶的心 你一读佛经 你一读菩萨的名 他立刻 他恶不了 很奇怪的 真事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心中 我们有习惯 心中 默念观音菩萨 心中 默念心经 心中 默念金刚经 什么经也可以的 迷陀经 你总而知 在一些你觉得 不安稳的地方 你一心清明 观醒菩萨 你一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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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读菩萨 你一读菩萨 那gon 你一读菩萨 最后就可以 post 真的 你一读菩萨 abajo 很多受给败 身惯 ��媽 以外 滴 你一读菩萨 会懂得 八分六 上升 几坏都不客,经过佛法就变好了 这个就是佛法的价值在 他能够将人的心连根去改变 由内到外去改变 所以欲要改变人,先改变自己 欲要改变自己的外表,先从内心改变 对不对? 这个是佛法当中的特点 所以亦都说了,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恶鬼 不要被他吓到 那些夜叉罗杀,不要说小小的鬼物 夜叉罗杀,大的恶魔,我都不害怕 为什么我的命交给观音菩萨 我去到哪里,妈妈看着我,爸爸看着我,老师看着我 我就老老实实去做事 还有,我去到哪里,我都很开心 为什么?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 当你和爸爸妈妈,和一些最大力的人在一起,你为什么怕? 比如说,外面有一百万军队保护你,你为什么怕? 我不怕,你为什么这么怕? 你那些什么黑社会,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又不会得罪你,又不会跟你打交道 不搞,不搞这些事情 我是人,做回人,做回佛的弟子 好了,恶鬼上不能以恶眼来看你,放伏加害,怎么害得到你呢? 你试试读金刚经 你旁边,如果有很多古灵精怪都好,全部都睡了 他怎么害人呢? 站不稳 业力散了 所以我们一读经,有些人闭嘴睡 我就很开心了,继续睡 即是教照睡,经照听 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听经的话,你就走了 你这么辛苦,还在那里顶 那你就多想听 因为不是你想睡,是那些业力出来的时候 你没得挡的,你就由他睡 但你耳朵在听着 听到一句都很好 我不知道你说过什么,不要紧的 我个声音入过你的耳朵就可以了 将来就中了个好树性的种子 很不可思议的 好了,切伏有人,若有罪若无罪 假如有些人真是有罪 或者是被人冤枉的 插贓嫁祸的,若无罪 但是都被人禁锢,纽鞋,枷锁 披家大锁,检系其身 如果清其观世音菩萨明者,皆释断坏 即得解脱 好像我上次亦都说过 在美国,纽约有个师兄 又是卖军火到拉妹,被判监 接着就打官司,连律师都被人捉 他就练大悲咒,普门品 接着法师又帮他 终于判了150个小时的服务 领罚了50元美金 案底也... 跟他拿了陆卡,拿了移民 他说是不可能的事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所以到处去宣扬观音 这种民声救苦,大慈大悲的行为 因为他说你要相信才行 他说我当时真的相信 他说我没有路走,我就相信 一判的时候,眼睛是不敢接受 接受不了,哇,真的这么厉害 你不用我坐这么久,我都很开心 坐了两年,我都很开心 不过打算回来 但不单止没有,还拿了移民 真的没得理解 他到处都四处去说 念被观音力,这股力量是最不思议的 上个星期我们就讲到这里 继续下去,我们就继续下去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财 有一相主,将诛商人,祭持仲保 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事畅言 诸善男子,密得恐怖 语等应当一心,清观世音菩萨名号 是菩萨能以无谓施于众生 语等若清明者,于此怨财,当得解脱 好了,解到这里先 这个举例,原来很夸张 他说,假若三千大千国土 即是不知多少个太阳系 很多,满中怨财 全部都是责斗 是这样的意思 你看文字,可能不知它怎么解 只看文字,一解给你听 即是说,整个地球都是责斗 你怕不怕? 那些财多到怎样呢? 通戒也是这样的意思 有一双主,将诸商人 他说,有一班商人 其中一个带领者 拿着很多很贵重的宝物 这个剂,可以说是一个送礼 可以说是一个很细味 有很多种解释 这个成剂粉,剂粉就是这个剂字 就是说,拿着很多贵重的宝贝 什么都有了,总之很值钱的 经过险道 要经过这么多责斗 是不是很害怕? 有很久走 走一个怕一个 是不是呢? 其中一人作事畅言 其中一个人就说,诸善男子 我们大家都是正道之人 当然,善男子在佛经里面说 解一些菩萨 但这里所说,我们全部 这班都是正直之士 我们不用怕 密得恐怖 我们不需要自己吓自己 不要惊恐 不要暴慰 雨等应当一心 我们呀,你们呀 全部应该要一心 大家知道什么叫一心 大家很多次了 一心不是做出来的 是专心一意 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叫观醒菩萨 做了先 清廉观醒菩萨的名号 是菩萨能以无畏 这个菩萨能够以 无畏的 这种的心量 施于众生 怎样可以令到无畏呢? 我很害怕的 大家知不知怎样可以无畏呢? 因为呢 可能我的职业问题 我职业就是一味 是整天接触的 你不信你随时拿个麦克 对着大众说话 怕不怕? 怕呀 想舞台也可以 想电台也可以 想电视也可以 直播也可以 是不是整天要 我们整天都 我是怕到不怕那种 是吗? 我是好知道 怎样可以令到一个人 由害到不害到 如果你在害怕的时候 我叫你不害怕 不行呀? 不行呀? 不用害怕呀 你说不害怕又不害怕 是吗?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话剧 被人推出去 怕到面都变了色 出去都不懂得说话 怕的 是不是呢? 怕的怎样可以不害怕 原来有一种方法 我通常呢 我们以前呢 我们有做训练的时候 培训一些 譬如诗仪 怎样可以令到你不害怕呢? 我叫一个人出来 麻烦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他怕不怕? 就怕了 接着我说 哎呀 师兄你出来 先坐下来 你这件衣服很漂亮 在哪里买的? 我去哪里买的? 哎呀 你在哪里读书的? 哎呀 你在关读书的? 哎呀 你在关读书的? 啊 关学在哪里? 我生气你说话 那你说一些你好熟的东西 你一定会回答我的东西 那我再说两句 我再问你 你这次上来 你有什么打算呢? 那你就不害怕了 你再说两句 你就说下去了 大家知不知道 竅门在哪里? 原来是将你的注意力 分心 怎样可以令到一个人不害怕呢? 原来是将他的注意力 不要放在害怕的位置 明白吗? 很简单而已 但我很害怕 我是拿不开的 因为我很紧张 对吗? 譬如说 那些蟑螂啊蟑螂啊 很害怕啊很害怕 你跟我说什么 我心里都在蟑螂那里 对吗? 哎呀 那里有火热啊 那里有火热 我跟你说什么 我看到那里有火热 我很害怕 但是有一个重要东西 是将我的注意力 扯到这边呢? 我就不记得那里了 我一不记得那里 我就不记得那里了 明白吗? 即是转移视线 这个是相当之重要的一个 当然 我们在当中 我们懂得将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哪里? 我们可以放在左 放在右 放在前 放在后 都可以的 那里呢 那里呢 也都是讲述了 观世音菩萨 能够在一切部位当中 能够上常给到众生 这种 无谓 这种 的保护 这种保护 其实是没有什么保护的 是令你不害怕的 原来我们要配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呢? 为什么我可以在害怕的时候 我可以不害怕呢? 将个秘密告诉大家 你这样做呢 菩萨更容易 成就 保护你这个结果 就是 你将个重点的注意力 不要放在你害怕那里 将个重点的注意力 放在观音菩萨里 欠缓在这里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多害怕都好 不要管 因为怕根本控制不了 不控制它 不跟它 将自己的生命 身心一心一意 交给观音菩萨 完成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一个人 好像 打仗 火灼 走烂 那个孩子还在 因为妈妈抱着他 走得很舒服 走得很舒服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事 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说 看你对这个菩萨的认知 有多少 如果你越对他认知 你越觉得他在你身边的话 你越发心投靠他 你立即就可以冒了部位 是马上来部位 包括你的病 你的痛 你的疫源 你的烦恼 你什么都不要管他 先放下他一会儿 把你的注意力 一心一意 投入观音菩萨的坏铺里面 那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个也是 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得 有些人不得 就是 他对这个菩萨的认知 有多深 真是假的 行不行 试一下吧 那你说呢 做不做到一心 做不到 是很多种心 不知道行不行 就试一下吧 好过没有 念极都不行 念极都不行 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做到一心 但一得的人 我一心一躲进去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抱着这种心 叫做一心清明 OK 他说 当得解脱 众伤人民 区乏声言 哇 那些伤人一听到 哇 原来念观音菩萨 就可以免除了这么多 怨财的灾难 那麽观世音菩萨 那麽 是解归命 就不是一个南方 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麽是一个拼音 是一个 归命的意思 那麽 那麽 归命 即是说 我跟着你了观音菩萨 我归命于你了观音菩萨 菩萨你照顾我 我跟着你了 将自己的生命 将自己的人生 完全交托 那麽意思 清念 那麽观世音菩萨 清其名固 值得解脱 那麽这些解脱 当你解脱了之后 你自己 心中有数 但是你跟别人说出来 是没有人相信的 懂不懂 那麽就如人饮水冷冤自知 是吧 那麽既然 那麽高调 佛陀 那麽高调 强调 在这个妙法年花经当中 那麽重要的信息 告诉这个世界的众生 是因为这个菩萨 专门 他要去度什麽 度灾难的人 痛苦的人 那麽 福乐的人 福乐的人 会不会有空 念观音呢 除非他真的由观音菩萨 度他 那麽就有个集气禮 如果我都不是 我自己有福生 成福而瘦身 那些 骄傲都会有 是吧 你叫他念观音 他未必肯念的 因爲他的恩怨未应 不是应在这裏 那麽 这个菩萨 因爲他 行菩萨度的时候 他發的愿是 民生救苦 有苦的人念 一定认 不苦 就不念 所以 临急抱佛脚 念观音菩萨 正不正常 是不是很专性 这个菩萨 在这个五族恶世 很专性 专性到不得了 因爲只有 有大能力的菩萨 他才可以拔你的苦 记不记得我们看《地藏经》呢 《罗汉福度光目》 这个罗汉 看到光目女的妈妈 跟着他说 你有什麽办法 去救我妈 这个罗汉有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我帮不了你 那如果是观醒菩萨呢 有啊 那当然 菩萨当然会教他念佛 都是要念佛 或者念这个 菩萨圣号 对不对 通常菩萨很少介绍自己的名字 通常是介绍其他菩萨 观音菩萨介绍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介绍观音菩萨 那无数菩萨就介绍无数菩萨 那当然这些秘密 将来你迟些 看《妙法莲花经》到最拉尾 你会知道 一切菩萨同一个法题 那即是说 我们一一将来都是菩萨 一一将来都是佛 同一个法题 所以 无缘持同体悲 在《妙法莲花经》到拉尾的结尾 你就会尽知 根本凡所有相 都是幻化 大悲者 慈悲即观音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在当中迷的人 当然是计较过去 现在将来你我他不同的相 一个觉悟的人来看 不议论这些事情 只是议论那种功能 我有这个愿 有这个名 你一念 功能一现 就救到 所有菩萨 现一一身 就发一一愿 都是要将自己的功能 遗留在这个宇宙虚空 所有众生 碰到这种功能 就相应这种功能 产生改变 这个就是菩萨 出现在世间的作用 目的 他不会议论 这个是我 这个是他 这个是他 所以佛说 有时我是雪 我是彼佛 我是此佛 我是他佛 实质上 会不会厌的 不厌 记得吧 行无量意的 OK 好了 继续下去了 他说 无尽意 观世音菩萨摩克萨 威神之力 毅毅于是 毅于是 佛陀 佛再次强调 和无尽意菩萨说 他说 无尽意 你要知道 你故意问我 你就是想 由我去说 给个个都知道 观世音菩萨摩克萨 他的威神之力 毅 即是好壮观 壮大 毅毅 即是说 哇 骗满 偉大到不得了 如是这般地偉大 有多大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辱 若多亲慰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亲 若多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痴 他说如果有任何众生 他懂得投靠观世音菩萨 他所有的坏习惯 只要他肯去改 他愿意去改 他一念观世音菩萨 他一定会改到 一定会改到 菩萨一定会帮到他的 如果有众生多于淫欲 淫欲 淫欲就是担淫一些东西 种种的欲乐 种种的外咬 当然这里是指男女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有众生 一代淫欲的话 他很难出生死 不一定会落地獄 我们看淫欲 又不是一种负面的交关 不是的 有很多人 他没有断淫欲 甚至乎有很多妻妾 以前那些帝王 帐上 富豪 很多 他都得生天 甚至可以生极乐国土 那我们要知道 他担于淫欲是什么 陳不能出 因为爱欲属水 淫欲是水的 他会黏住你的 他会黏住的 还有你会担欲 你会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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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离欲的话 只要你常念 恭敬观世 恩菩萨 变得离欲 是不是心想事成 但是你要 有个条件 就是说 你要知道那件事是 不好 我想要出来 这样才行 他不会自己 比如说我吃烟 我念观世 我会不会不吃烟 原来未必的 但如果说 我不喜欢吃烟 但我又在吃烟 我很想戒烟 那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明白吗 你一定是要有个出来的心 我不喜欢这种坏习惯 我自己只是坏习惯 但我改不了 这样的人 是不是苦虜 苦虜 你又不想这样 但是业力又绑住你 杂气又绑住你 你说多苦呢 哎 不用怕 不用怕 有老师帮的 常念 时常要念 时常亦念观音菩萨 我教人念观音菩萨 就不是念一句咒语 一句密码 或者一句名号 不是 你叫我们老师的名字 老师在哪 在你旁边 你一念他 就在你旁边 他看着你 你做坏事 随便做 你一念他就看着你 他一定帮你 你做官音菩萨 那个人叫你 你看着他 看着你 走 他不会帮你走 他只看你走 那你就 你看 中国人有句话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为什么呢 你不是怕神明 而是你知道 你做的事 是有人知道的 对不对 有人知道 你要负责 没有人知道 你就 没有人觉 那你就不用负责 但有些人知道 你就要负责 就像我 你讲话 我找相机拍着你 说 你敢敢胡说 你敢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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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说我没有相机 你敢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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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说过 我没有说过 那也行 那也行 掩着良心 说话也行 所以 这也是一样 其实他这里 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菩萨 是会帮助我们 将你认为 不好的行为 他会帮我们去除 这个意思 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 观世音菩萨 知之愿然 你的兴趣 你的欲念 是会不停消减 直至到 不饶都行 我喜欢吃烟 不吃都行 我喜欢这些淫欲的东西 原来 没多久 又觉得不太需要 直接觉得很烦 可能你的心会产生厌利 那便不用戒了 你厌利 那需要什么戒呢 但如果他说他黏着你 他会烦恼你的 对不对 但当然 你适量 如果我们不是求出家 你是合理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是吧 但你本身这个生命 生理 心理 他会跟着 年时间 体能 是会有转变的 这个也是一个 在家人 他是要调节 但出家人 不行了 为什么呢 所以 我经常都觉得 有很多人不明白出家 以为出家 就很威 出家 就最厉害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出家其实很偉大 出家 你是要揹起如来的责任 大不大 你说 是吧 你穿起医生袍 出家人的衣服 是医生袍 来的 一看到你就 把脈 医生 跟他把脈 师傅为我说法 师傅 为我仇法 师傅 我归医 要代佛接众生 其实责任很大 我自己呢 我 不是很赞同 七日出家 我自己 我个人 这个是我 我个人 为什么呢 第一 佛住世没有七日出家 没有 女性出家 佛都不听她 为什么呢 因为她要 她要保持 争团那种 那种专业性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 以前我们说的拍戏 做过导演 哇 做导演 你要有多少年经验 是不是 你行不行 你做不做到才行 现在 你做得了 你做得了 你始终出来的质量 是差很远的 所以 出家 其实她是有个 有个使命感的 就不是说 妙多就要多些出家人 这个观念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 那个法 就不能够保持 记住 败坏的是 法 因为人心败坏 法就是败坏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我们 俗佛为命 这个相当之重要的 一个工作来的 其实 一直以来 佛住世到现在 我们想要守护正法呢 都是做一个什么呢 做培训 培育的工作 教育的工作 令到人人都懂政法 那你就不会被人欺骗了 人人都懂守护正法 在家懂得守护正法 出家做得守护正法 但是在家出家 身上不同的责任是不同的 所以 所以我们要尊重呢 我们要安分 你是什么身份 你守什么的戒律 不要贪 一贪 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有很多人呢 不明白 我有时跟一些 很多年前 一些新的比优 说 我就觉得 师傅 你整天要想着 下来香港澳 接着要收弟子 我说 人家归命于你 你收弟子就归命 那当然你是说 我代佛接而已 但是他以你做老师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教过佛法 释迦牟尼佛教的法 你有没有教他 这个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有教的 那你堪称法师 是不是 我教多教少 不要紧要 最紧要我又将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的法 教过你 你学不学到 就是你的事 我有讲过 那都是 你真的要真心去做这个工作 如果不是的话 他落地獄 你猜你要不要负责 要负责 因为你是代佛接引过他 他落了地獄 你教不了他 那你怎么跟佛交代 其实是有个责任在 所以这个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 我比较重视 所以如果有些人说 我不受戒 我想清楚才受戒 好事来的 但是 你不受戒 不是等于你可以乱共犯 不过你就说 在我正式 在如来面前 在菩萨面前 将所有的戒行 了解清楚 然后发心受词 这个是相当负责的态度 好事来的 其实 但是 在你现在 你知道戒行的重要性的时候 要去思考 明白他里面的含义 所以现在开始要调节 要调节 要调节 他将自己的坏习惯 逐一修改 明知有都不改 太多 你受不受戒 都要改 其实 不同意 到最后 你觉得我有把握 行了 我自己调服到他 我知道了 你在如来面前 在法师面前 在戒师面前 去接受这个戒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负责 乃至一条 两条三条 你逐条受都可以 我觉得你是认真 反而佛菩萨看见这些学生 这些实际 没什么持责的问题 这是个人因果的事 亦都没得议论 对不对 好不好 没得议论 我们只会尊重 只要你认真就可以了 学佛认真 真真实实去做 这是最重要的 好了 同样 爱欲 可以离欲 这里讲淫欲 不单只是讲性欲那种 是我担任某一件事 我习惯 例如打麻将 我喜欢赌钱 我喜欢喝酒 我喜欢钓鱼 我喜欢做一些 觉得不应该做的事 但我自己正在做的 有很多的 我开始想调节 你念观音菩萨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老师会帮 好了 我整天发怒症 我很生气 我整天都发鼻气 一发鼻气 就回去打老婆 骂仔 骂伙计 什么都有 好了 我觉得 我学佛的人 我现在开始知道 我以前不知道 真的好贵 但一生气上 我控制不了 你有没有想去改 最重要是这个 隨便 有就有 你一定改不了 一定改不了 但如果你说 我很想改 行了 若多亲为 亲即是怒火 怒火 如痴的怒火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没有多久 要给时间 有些快 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有些一个月 有些一年 有些要十年的 不知道 是吧 但总之我们旁边看到 有效果 就要鼓励 有效果 就鼓励 他的突破 往往是他的发心 和他的发心有关系的 好了 若多如痴 愚蠢 执着 愚即是我整天 执了一些创的东西 自己不知道 那就愚咯 有人劝我 我都不听人劝 那就痴咯 你搞清了 愚即是愚蠢 痴即是执着 什么叫痴啊 我不听你说 我是 死牛一变颈啊 那就叫痴了 这个人 什么事啊 他失戀啊 呜呜呜呜呜 喂 先吃饭吧 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 为什麽呢 因为他的心还在那里 你哪个人劝他 他都不听 什么 我就是要这样做的 你这样做 很危险 你不能做的 你不要理我 关你什么事 我喜欢的 这样啊 这样就没办法 因为一个人 一如痴 没得救 但是学佛的人呢 佛法就会叫醒我们 为什麽呢 其实 有很多人 不喜欢接受人的意见 是因为 他觉得他高 他觉得你低 你低的人 怎可以教高的人呢 是不是这样 或者 他你不懂 我懂 你不知 我知 你不是 你不知痛 我知痛 我知痛 是不是这样 他永远是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才容易痴的 这个是一个坏习惯 我们要抗复他 我们应该怎样呢 学佛的人 永远以佛为师 以法为师 以为我说法的增补为师 对不对 那有没有自己的 对了 聪明了 当你一旦没有自己 我接受你 有什麽这麽稀奇 对不对 我 我是 没有东西的 所以我们以前 我们做接受培训的那些 无论你学做戏 学诗 学什么都好 一定要把你的自我尊严 打烂了才行 如果你很有尊严的话 你怎样跟我学 你学不到 你不如你比我更威力 你教我 原来 你学一样东西 你首先要把自己这种 我执的尊严 摧毁了 自我摧毁了 打烂了 那怎样可以来痴呢 原来培养一个习惯 自己做自己的老师 自己做自己的学生 每一天告诉自己 你要找自己的缺点 当你一知道自己的缺点 不能够容纳自己的缺点 你是不是可以很嫌 对自己 你不可以对你的子女嫌 你可以对自己嫌 对不对 宅己而嫌 那这样就离次了 很简单 个个都可以 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你懂不懂想 想得通 那就海库天高 不懂想 头头都拙路 因为一个人真的很愚蠢 想到一条路都挖头路 我可以做做 我也不难 要是离开 买把这一条路 有什么办法解脱 上去30楼跳出来 你挚了想到一条路都会绝 那你为什么不想做正面呢 哪里又可以 正面这些都不可以 不可以 那你還有什麼路要走呢? 就條條絕路 如果你說我不想絕路 我條條條有生路 事實上游是真的 那你來的時候 又帶了多少東西來? 什麼都沒有 走路都不懂 現在你多厲害 那怎麼會有絕路呢? 沒有絕路 絕是你想到 你覺得絕 就絕了 同不同意? 那先台 整個區都沖了 現在你看又生了 是不是呢? 敏穿地震就倒了 現在你看又起了 還好看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絕不絕 是看你的心怎麼看 如果你說絕 它一定是絕 如果你不聽人勸的話 就叫做癡 同不同意? 是不是很簡單? 你一明白了 先要將自我的 固步自封 這種封閉性的 雜氣 打爛它 然後你就 虛懷若谷 哇 大的山谷 你什麼都拿了 聽而已 有什麼所謂 做不做 你自己想過才決定 聽都聽不入 就真的癡了 什麼叫做癡癡呢? 要事事 反覆去測度自己 現在堅執的事 是否正確 然後 心要很闊大 對不對都聽完 不要去批評人 不要去排擠人 越是有這種空襟的人 越能夠做大事 所有出色的領導者 毀人 全部有這些心態 所謂虛懷若谷 誠相肚內可撐船 你罵他什麼都好 他全部都聽完 你讚他他又聽 你說什麼都好 但其實他內心有沒有主見 當然有 所以 如果想要彌智的話 要將自己的封閉的習慣 打爛他 越聽人說 越去比較多些資料 對你的決定越客觀 越有幫助 但是當我們 初初要行這個動作的時候 很辛苦 對不對 都要過程 如果你是一個愚痴的人 你自己都知道 對呀 別人跟我說不聽 爸爸媽媽跟我說不聽 朋友跟我說不聽 媽媽人跟我說都不聽 我現在想改 你一定要告訴自己 我現在想改 接著求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你教我怎樣去遠離如痴 所有人講的好的東西 你教我 我最記得我經常教人 念觀音菩薩 怎樣證明呢 就是求觀音菩薩兩樣東西 就是叫我們離痴 第一 觀音菩薩如果我平日有做錯事的 你提我啊 是不是離痴啊 觀音菩薩有些事我該做 我忘記做我沒有做 你提我啊 是不是又是離痴啊 你們呢 記得 既然觀音菩薩可以提 用這樣提我 可以透過這個師兄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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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透過這個善人提我 可以透過這個惡人提我 可以透過這個幫惡人提我 可以透過這個害惡人提我 可以透過這個害惡人提我 是不是 如果你的賊覺心是這麼靈敏的話 你不會如此的 你每樣東西 你不會堅執自己的東西 来作我的东西对,其他东西对,其他东西对,其他东西错 这样的人是很小朋友,很难沟通 因为他没有了包容力 没有了包容力 愚痴的人没有包容力 多欲,亲慰,愚痴,一念观音菩萨,全部改 所以问题是你知不知道投靠他 你认不认识他 你认识他 我今天跟你讲这番说话是解释 如果我不跟你解释 你念观音菩萨,没多久 你都会得到知道了内容这个结果 因为菩萨是不断改我们的心 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体验 是我几十年来 一不明白的事情,我就念观音菩萨 我看经 我看经,我很热闹的 我看经,很多老师的 我一不明白,观音菩萨 这个事情我不太明白 想不通,不懂为什么 我怎么说给别人听呢 没多久就会教你了 你问他,他就会教你了 我自己是太多了,这些事例 所以呢,不是很想说那么神怪 但是他真的存在的嘛 他没得骗你的嘛 所以呢,这个是 只要希望大家真是 一意清明 听是容易的 明都不难 但是你真的去做,去一心一意叫他的名字呢 是要很有福 很有智慧 很有勇气的人 才做到的 同意吗 因为我说那么多给你听呢 我不是经常想说给你听 我只是想你试啊,你明白吗 是啊,马来西方的远一点都试一下 真的要试一下 因为他听到嘛,是吧 那就是说,真是远近 我们都试一下 真是连观音菩萨 菩萨就会在我们的身口意义 相应我们 令我们远离一切错的东西 亏欠的东西 决陋的东西 而达到一切善业圆满 无尽意 佛陀再次说 无尽意 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 多所遥益 他说这个菩萨有刚才我所说 如是者般等等的大威神力 威能够涉重 能够应一切重 相应产生大的神力 他一说 所有人都尊敬威势 就是一个大国王 很有能力 大的军队 有没有威势啊 有 有 我最近出国 我拿着一本特区护照 你们都是特区护照 你有没有看到特区护照后面 写那几个字 有 你有空回去看看 你就看到我们国家真的几位 类似是说 你们任何的一个国家 你们要给 你很熟 这个很熟 这个很熟 就是说要尽量去帮忙这个人 通用解决这个人的问题 让他入境 就是那种 他说话是代表很威势的 我感觉到就是说 中国的国力很强 全世界的人 一看到你是中国公民 他都要尊重你 这个是国家带给我们国民的一种的威势 威的意思就是不是 就是我们凡夫说威衰 为什么这么威衰 因为他有很大的力量 令到别人很敬 很尊敬他 亦都令到别人不敢不尊敬他 这样的 我们叫威 菩萨的威神力 是给众生的感觉 觉得他是功德圆满 力量无比 是一切众生都尊重的 你说这个人威不威 所以他有种要威神之力 因为这种威神之力 能够调伏一切众生 亦能够调动一切力量 调动一切力量 这个很厉害 比如说 帝式主 观世音菩萨叫帝式主 你跟我做一样东西 你以为帝式主做不做 很简单 凡天皇做不做 天龙八部做不做 我们会知道一样东西 原来这种威力 这种威的势 是无量功德的集中力 个个我们将来都会这么威 因为个个将来都会成佛 佛为法王是否更威 现在胡锦涛下来 叫霍先生你帮帮他 这样举个例子 就是这样举个例子 你这种威力 这个是这么厉害的 说一句话 你个个都要做的 对了 胡锦涛下来 总书记 你们全部一起支持国家 帮帮忙 你们会不会做 哎呀好好好 那里有灾民 我们一起做 义工帮他们好吗 这样举一个例子 他说的说话 相当有威信力 有如是大威神力 去到哪 多所遥益 他遥益众生的力 大到不得了 事故众生 一常应心念 哇 这句话说到了 众生应该怎样 心念 是不是 心念 就是不要口念 不要读出声音 是不是叫心念 不是啊 记得千万不要这样解 这样解就真的 遗文解智三世佛冤 这样解就不对的 意思是什么 是个心 心心意念 好像与菩萨在一起 常应心念 这个常字 其实就是说 习以为常 是不是应该是个习惯 习惯 天天与人在一起 这样就无需了 OK 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好了 接着下去呢 因为这个菩萨 绝对不是为自己而修行 不是为自己成佛而修行 是为服侍一切众生而修行 所以他有这么大力量 接着他就说了 佛陀对着 无尽意菩萨说 若有女人 次族求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变生福得智慧之男 次族求女 变生端正 有相之旅 宿值得本 众人爱敬 好了 他说我们世间有无数的众生 有无数的愿望 是不是 又引起无量意经 无量意经里面讲的菩萨怎么修行 无量意以一发生 这一发叫做无相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要导引众生 众生无量 性欲无量 即是特性 哀欲无量 因为要圆满他们 为其说法亦无量 众生无量 说法无量 所以名为无量意 记不记得 那么这里算不算呢 这里做一个 即是说 一个具体的举例 众生有些特性 就是凡夫特性 他爱什么 我想生个儿子 我想生个女儿 我不喜欢儿子 女儿是痴癫点的 女儿是顾家点的 有很多 我喜欢生个很漂亮的女儿 我喜欢一个很漂亮的儿子 通常是这样 滑球儿滑球女儿 是不是众生的心态 众生的心态 这些全部都是合因果 现象 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他执假当真 所以就计较男女 但是这些人 你叫到观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首先一体 印应这个众生的根基 印缘 他会尽他的能力 圆满你的愿望 那你如何叫尽能力圆满呢 他当然也有主观 客观的环境条件 各有不同 首先第一 你这个众生 是否是无儿无女的呢 这一生 但是你是想求儿求女呢 可能求极你都生不了的 但是不过意有个人 救了你 帮了你 认了你 爸爸妈妈都在那儿 不知道的 鬼那么疼你 有些人说 原来不是个新生的 感觉比新生还好 原来很奇怪的 有句话叫和尚无疑孝子多 大家听过没有 就是和尚无儿子 当那些未结婚出家的那些 有些结婚生了儿子出家的那些 凌作别论 但是真是孝顺 未必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是不是 可能弟子很孝顺 是不是 好了 有些真是自己的亲生 你鬼那么疼他 他好五亿都有 好败家都有 那你要不要呢 不要又不行 自己生 是不是很苦老 所以我们人世间 会计较是否属于自己 如果通达佛法的人 他会认姓缘的话 唉 我知道 我的心很想 但是 我不强求的 我不强求 但是我又很恨 有自己的义虑 那当然 有他的恩怨 那这些恩怨 在座也有疑慮 在座也有疑慮 对吗 对吗 第二个人的子女 儘管比你的子女 你见着自己的儿子 见着自己的女儿 跟见着别人 比自己的子女的感觉都不同 不同的 同不同的 不同的 我说出来 就是共通的 个个都是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不是一生 是父子母子 父女母女 不是一生的 你见到那个人的感觉 很特别的 是德国人是有的 几兄弟姊妹都好 个个都不同的感觉 有时你养个猫 养个狗 养个其他东西 你见到它 那种亲切法 你跟街边的猫狗 多漂亮的猫狗 都没得跟你养个猫狗 比的 这个就是 众生 与众生之间 多结以来 那种产生的这种感情 而显现这种 受运 感受的感觉 所以 我们在人世间当中 当然 学佛的人 他是明白的时候 他立刻 没那么执着 我要生孩子 我要生女 但当然 在这里所说 切瓦求男 切瓦求女 如是一心 清念 观世音菩萨 就会生到 福德智慧之男 福德智慧 即是说 这个人 不是普通的 因缘果报 因为你念观音 而求到这个子女 很多时候 是菩萨的 应化 你不知道的 菩萨正法 是不是一定很乖的呢 未必的 可能先离很远也未定 所以 这些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会感觉到一样东西 作为父母 你用真实的爱心去对 因为每个众生 他都有自己的品格 自己的基础 自己的恩怨 自己的果报 父母肯定是希望把最好的给他 全部给他 但是你 你这样想 他要得十分一都没有 因为他有他的世界 十岁以前 你可以影响他很多东西 十岁以后 其实 我们影响到他的东西 很少 但是 他就去到一个 开始自立的时候 反而父母要给他很多guide line 就是给一些帮助他 意见他 还有 和他分担一下 他面对的压力 还有给予很多 这方面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 这里所说 当然 古往今来 也有很多 说没得生 到达尾尾尤德山 真的终于求到了 很开心 这些是观音菩萨 在他导引娑婆世间众生 时时会出现到 圆满众生的 这种现象 但是你猜这个人 念观音的时候 是不是会很专注呢 是不是很真心念呢 这个呢 关键都是跟那个求那个人的心 是不是一心求 有关系的 那这些人呢 生出来的子女呢 男的 有才 有 即是有才气那种 有德行 女的端正 亦都是有一定的德行 人人见到呢 很喜欢的 很舒服的 无尽意 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观世音菩萨 有这些圆满众生 愿望的能力 若有众生 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 福不堂捐 是故众生皆应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他说如果有众生 真是恭敬 为什么恭敬呢 因为你觉得他很重要 很尊贵 很尊胜 还有在你心目中当中 很崇高的地位 你才会恭敬他 对不对 你如果不是 你是假扮恭敬 做恭敬而已 你正在拜下去的时候 那心都不是很恭敬而已 但是你是很恭敬他的 哇 来到了 哎呀 我 我老师来了 你就自然产生那种 尊敬他这种心态 来到去礼拜 观世音菩萨 你一碰他 一会儿就会说到 你觉得 哎呀 我拜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很威 原来菩萨 很喜欢你拜他 为什么 因为你碰住最大的福德 你每碰一下都不得了 你礼一下 已经不得了 你礼十下 哇 你将来那些果报 无量无变 所以他很喜欢你拜他 所以他很喜欢你拜他 他不是要威过你那种 他很想利益你 即是好像父母 千亿万家财 那些子女 好失 很多愿望 你只要整天亲近父母 依父母的正法去做 父母其实你碰一下 父母又给了一个 你不知道的宝藏你了 你碰一下 他又给了无穷的宝藏你 他想不想你碰他 当然想啦 你越恭敬 你越去医政法修行去行 你将来得的力量 福报 大到无量无边 你所得的福 不会白 即是 意思是什么 福不唐娟 即是白做你会不会的 你中福会不会白白去中了 不会呀 你做小小 社一得万报 地藏经这里说 � Sverige 你礼敬 诸佛 离敬菩萨 尤其这些大菩萨 你一清明 一礼 你将来得的福可以 大到无量无边 不会白白拜的 意思是这样的 事故众生皆应 有没有众生不应该 无 所有众生都应该 要 授持觀世音菩薩的名號 觀世音菩薩的名字 和觀世音菩薩的願 直接有關 是所有眾生 所有眾生 包括我們 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父母 我們香港所有人 地球所有眾生 乃至天龍百寶 都應該要釋保 一碰到他 將來個個都會離婦得落 個個都變才無愛 個個都神通智慧 個個都可以行菩薩道 個個都可以成佛 個個都可以攝受佛國土 個個都可以 那這個是圓滿一切眾生 由生死地至聖人地至菩薩地至佛地 的大菩薩來的 無盡意 若有人 修持六十二億行河沙菩薩名字 伏進行供養飲食 衣服 臥具 衣藥 於語意雲何 涉善男子善女人 功德多否 法則說 為什麼 我說一切眾生 都應該要授辭 接受行辭 整日深憶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 要叫他的名字 一定要叫觀世音菩薩 為什麼呢 我做一個舉例 在現在這個世界當中 這個宇宙虛空 有六十二億行河沙的法王子菩薩 摩荷薩 留意一下 這六十二億不是普通菩薩 六十二億的法王子菩薩 即是肯定有三十一億的國土 為什麼呢 一個如來座下有兩位法王子 有六十二億行河沙菩薩 法王子菩薩摩薩 下一生就成佛了 如果你認識 包括觀世音菩薩 都是在裡面 但我全部都供養 行河沙菩薩名字 復進營 進營供養飲食 即是說你這一生 自有生以來 直至到你 完結了這一生 即是一生一世 進營獸 叫進營 供養飲食 所有食物你提供的 衣服 所有衣服你給的 不是一件 是六十二億行河沙 所有法王子菩薩摩薩 你就布施 衣藥 食物 餓具 即是睡的地方 床鋪 衣藥 給他們 魚魚魚魚河 對於你的意見 你認為如何呢 這個善男子 善女人 他的功德 多不多啊 嘩 我懂得供養一個法王子菩薩 摩薩都不得了 對不對 何況六十二億行河沙數呢 無盡意言 無盡意菩薩回答 十多世尊 好多啊 這個人這麼聰明 懂得供養這麼多菩薩 忽然 佛陀就說 若服有人 假若有一個人 授持觀世音菩薩名號 接受 心 持住 觀世音菩薩的名 乃至 一時禮拜供養 只是 一時 哎呀 觀世音菩薩 我盡心禮敬你 禮拜 然後我用花果 盡心供養你 一時而已 一次而已 是二人福正等無二 一個 就供養六十一行河沙 一生一世的 食物啊 衣食啊 我具啊 醫藥啊 一個 只是對一個菩薩 一時的禮拜 兩個人的福 一模一樣 果報一模一樣 這樣去形容 你說這個觀世音菩薩的功德有多大 記不記得我說過呢 我們迴向呢 是個心嘛 是吧 就是佛光照我們 然後我們迴向 如果我們的心髒骯髒呢 我們的迴向會比較少 是吧 沒多久我們的心 就打開 然後乾乾淨淨 100%給我們有70% 80% 90% 去迴向出來 你已經不得了 是吧 觀世音菩薩是100% 好可怕的 還有 一切如來的功德力它具足 遲些我會講的 在妙法蓮花經 普門品沒有講 我會在寧嚴經的耳根元通 講完這個普門品之後 我就會講的 呼應了 普門品三十二種應化身 的能力 為何有十四無謂 為何它會 慈念 對觀世音菩薩 聽見這個觀世音菩薩 你想下三惡道報 都沒有什麼機會 如果你懂得 投靠他 跟他學習 你想不成佛 都很難 因為經過他一道的人 個個成佛 但是你一聽過他之後 你生生世世世對於觀世音菩薩那種 那種親近力 大到不得了 一說 哎呀 好開心 你認識他嗎 不知為何聽見很開心 為甚麼 生生世世蒙他的恩惡 蒙他的教育 護念 好了 他說 示意人菩正等無疑 於百千萬億劫 至你現在一時的禮拜之後 受持禮拜供養之後 於百千萬億劫 跟著下去的 百劫千劫萬劫億劫 不可窮盡 你的福是有沒有盡的 只會不停加的 你說碰一下他多厲害 碰一碰 一時碰而已 那你就生生世世 你只會多福 你不會少福的 直至你懲罰 他說不可窮盡 去到怎樣 去到無盡的福德 為甚麼這個人 無端白寫生死道路當中 一碰到觀音菩薩之後 就一直增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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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成佛 噢 遍門去空 為甚麼 因為這個菩薩 你說這個菩薩幾不可思議 所以呢 我們一般人聽 就聽個名字 看一看個像 在佛經裡面記載的事宜 不多的 妙法蓮花經 觀醒菩薩普門品 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訊息 是如來在一切的佛國 對著五族惡勢的眾生 去講述觀音菩薩 在宇宙虛空 利益一切眾生的現象 他說 授持觀音菩薩名號得 如是無量 無得衡量 無邊 無邊際 無盡的福德之利 而今天就有個甚麼 一億採詞 是吧 即是這樣說 是吧 那你說 你念觀音菩薩 你有多少億採詞 那你說 你說 一億就 就中那個才拿 是吧 中幾個才拿 但是這個呢 你要想一想 不關事的 不關事 因為你的姻緣只有幾個 只有這一期中的人 對不對 不一定的 至於你說 喂 這單生意成不成啊 我炒樓行不行啊 我股票行不行啊 我股票行不行啊 那些是有因果在這裏 對不對 對 是那個就是那個 旁邊那個 拌不上去的那個 這個呢 個個都是 聰明不聰明 聰明不聰明 聰明 聰明 故意這樣說 是不是 但是有多少人看 普門品覺得聰明呢 沒有 不要說沒有 不要說沒有 有人有的 他深入理解 就感覺到 明白嗎 他不明白的人 不明白的人 就是水過鴨輩 對不對 因為 這段 我相信 每個人都讀過的 如果你讀過譜譜譜 你就看過 但是你知不知 原來 他那種力量 是直接影響著 每一個眾生 他足可以影響 每一個眾生 接著我問 你中了一億 你花多久呢 我當你花一世 你下世有沒有用 下世不是你的 下世不是你的 你兩腳一伸 有的人幫你洗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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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過這個之後 你下世呢 還有 不止 繼續多 你說哪個福得大 還有 你都不知道 那些 那些 眾一億個恩怨 有多少個 是不是你 對不對 但這個肯定是你的 是不是 你肯做就可以了 你如果當一個 這麼稀有的寶藏 你去慈念觀音菩薩 你能不能夠做到一心 很容易做到一心 為什麼 因為你知 你知他的寶貴 跟你 你叫我念觀音 回去念一下 你會不會做到一心 難 難 因為你不是這麼重視他 你不覺得他這麼寶貴 明白嗎 這個就是我們的內心 那你覺得他寶貴 和覺得不寶貴 就是你的福德 業力 的分野 業力越重的 你越輕視 福力不夠的 你不肯念 福力夠的 你肯念 有智慧有福力的 你很緊張去念 對不對 這個就是分別 很重要 所以我特地把這一品 我品品都有折落 但是觀音菩薩普門品 我一句 一個字我都不省眼 我解釋 為什麼 他針對著我們的五族惡勢 你想想 地藏經 釋迦如來 將這個世界界 救拔眾生的責任 交給地藏菩薩 接著 就要交託給觀音菩薩 普告行沙諸國土 這兩個大菩薩 就是這個娑婆世界最重要 最重要 佛入滅之後 這兩個菩薩是最重要的 地藏王菩薩 觀音菩薩是最重要的 所以 如果我們懂得在人世間當中 懂得投靠他們 全部不用擔心 將來的東西 那你是不是得大安穩 這種安穩 有不明白的人 就覺得 阿Q 你覺得阿Q 其實不是阿Q 阿Q 大家知道為什麼 是不好的 你說好 你自己覺得好 實在都不是那麼好 原來在客觀條件當中 如我們懂得 歸命觀音菩薩 你整個人生 已經有一個最大的保障 最大的保障 還為我們將來 種植了將來 決定成佛的種子 種了 如果我們還在這個人生當中 譬如說我們遇到煩惱 因為我念觀音菩薩 我不以煩惱為煩惱 雖然那個煩惱還在 因為我信了觀音菩薩 我不以他煩惱 那你有沒有這個煩惱的苦 雖然那個煩惱未解決到 但我已經不讓這個煩惱驗了 你說是不是一種福德 不是等於你不知道這個是煩惱 這種很微妙 有福德的人 不一定要馬上解決所有事情 原來不行 因為有一個因果 他不可以馬上解決所有 但是我在煩惱當中 而不讓煩惱困擾 你說多大的福德 如果沒有觀音菩薩 我怎可以呢 我肯定被他拔了我下去 對不對 我肯定被他帶到我轉 在裡面不甘心 很生氣 因為我解決不了 人越解決不了 就越苦惱 但我現在不急於解決 哎呀 這樣叫做解脫 原來不急於解決問題 是解脫的一種方法 因為有些事情 是真的急不了的 是不是 急不了的事情 當什麼 願望 希望將來解決 做得好 但我現在面對我應該做的事情 總之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明白觀音菩薩 和一切眾生的那種關係 你一真心真意投靠他 你會發覺你碰到宇宙間最大的寶藏 這個寶藏是馬上認你的 適家瑜的 適家瑜的寶藏 入滅了 適家瑜的寶藏 都在碰到我們 但我們不知道 但觀音菩薩 未入滅 我們一碰觀音菩薩 你知道的 不同的 因為他有互動的 相應的 他有色身 他有應化身的 無盡以菩薩 白佛言 世尊 觀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雲何由此 娑婆世界 雲何以為眾生說法 方便之力 其是雲何 其實無盡以菩薩 聽見適家瑜來這樣 讚嘆 清揚讚嘆 觀音菩薩 開心嗎 開心 是不是越問越興拔 問一樣答一樣 問一樣答一樣 那就越問越多了 你猜 是不是無盡以菩薩 不懂 懂得熟得不得了 無盡以菩薩 生生世世 清揚讚嘆 觀世音菩薩 利益仁天之士 所以 他亦都在 這個聚會 在佛的面前 故意問佛 等佛陀 用他的說話去宣傳 他就問 觀音菩薩 他因什麼恩怨 來到這個娑婆世間 堪忍受迫不的世界 雲何以為眾生說法 為什麼 他怎樣去為眾生說法 他怎樣去方便 方便 方便就是遷就眾生 就不是你方便我 是我方便你 這個很笨的 用這樣的方法 這個很聰明 這個很聰明 用這樣的方法 這個很聰明 用這樣的方法 他什麼都遷就到你的 應以什麼身 他就言什麼身 說法 其是為何 雲何 到底他的事跡 他教化眾生的事跡 到底是怎樣的呢 然後是否愈問愈開心下 就問很多事情 佛陀聽見他這樣說 好 你這樣問 我就這樣回答 佛高無盡意菩薩 佛就這樣回答 先男子 無盡意菩薩 若有國土眾生 應以佛身得道者 觀世音菩薩 即現佛身 而為說法 這個國土 一定不是指這個娑婆世間 是指 宇宙虛空 任何一個地方 這樣解 若有國土 即是一切 有佛的國土 該有佛出現那個世間 那些眾生 應以佛身得道者 甚麼人 能夠招感到 有佛為他說法 你說那些甚麼人呢 是不是大菩薩 阿羅漢 大阿羅漢 佛才會為他宣誓成佛的法 所以 同佛出世的 一定是羅漢以上 菩薩等等 這些修行人 就招感到 這個菩薩一見到 這個國土 恩怨成俗 就會現出 莊嚴的佛身 而為說法 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 而為說法 應以佛知佛身得道者 甚麼人 是會招感到一個匹之佛 因為 他想 頓悟 他的 他的恩怨果報 是屬於一種頓悟的 即是說 雜氣很少 時機成熟 就快覺悟 觀世音菩薩就會現一個匹之佛 觀破十二恩怨 而顯現直滅大定的這種智慧者 針對著 就來在當中覺悟的人 所以現出匹之佛身 而為說法 即是說 現在一路講下去 就是說 他可以在一切世間 你甚麼眾生 應該怎麼說呢 好像一間學校 由幼稚園 小學 中學 大學 中間經過的御科 將來研究院 裡面 任何一個人 他都可以在任何地方 現出不同的老師身份來教你 就這麼簡單 甚麼眾生 甚麼類別 他都可以現出不同的身上 這意思 因為呢 在佛經裡面記載 宇宙虛空 一切眾生 所謂十法界 十法界 大家知不知甚麼 即是說 地獄 畜生 惡鬼 地獄惡鬼畜生 人 修羅 天 聖文 援國 菩薩 佛 稱為十法界 十個法界當中 他可以在當中 現一切身形 就是這樣 甚麼叫普門呢 亦是這個意思 他說 他為甚麼會由此 娑婆世界 回答了沒有 好像沒有回答過 佛就說 其實意思是 他不只是由此娑婆世界 是不是這樣 其實回答了 他沒有刻意回答 因為我看這些問題 看得很細 怎麼問 怎麼回答 佛一定是相應的 他說 這個菩薩 不只是來 娑婆世界 在宇宙的虛空 任何一個國土 只要那裏有人 有眾生 只要這樣 都要見到佛 他就可以在這裏 現一個佛身 為那幫人說法 第一 條件成熟 有些原國人要覺悟 他就會現出 匹之法 身而為說法 應以聲聞身得道者 即是說 如果這個人 是 快來覺悟 但是雜氣很重 很多時候 放不下這些東西 記不記得我們說過 袁國成 一放就放下了 但是聲聞成要慢慢放 逐樣放 好像杯水要慢慢攪 要攪下停下 攪下停下 到最後 哎呀很辛苦 不動了 到最後就拉上手 那杯水才慢慢停 那這個叫聲聞 那如果有些人 雜氣很重 他要慢慢去靜蕾那些 觀世音菩薩 就會現出聲聞 即是阿羅漢的身 為這些人說法 因為這些人 原則上 是見不到佛的 未證果 那我們說 極樂國土 花開才見佛 花開 就是阿羅漢以上的境界 無生法忍就是菩薩 即是心量開始大 這裏也是 因應住 他不只是在極樂國土 是一切國土 盡虛空騙法界 好了 應以凡黃身得道者 即現凡黃身而為說法 有些人 我又不是想解脫 我想清淨 是嗎 我想清淨 我想生天 我又覺得人間太苦 你給我生天就好 但我不止 我還想去影響 用政法去教育人 即是我們 我們 坐在這裏 坐在這裏 那麼多人 每個人都不同心願 香港 香港那麼多人都不同心願 對不對 全世界 全世界都不同心願 你試一試 全世界的人 一起念觀音 答案就是 一齊 觀音菩薩都會相應他們 圓滿他們的願望 如果其中有人 想做梵天王 他就現梵天王身 以為說法 圓滿你的願望 記不記得 這是不是無量義 無量義 我們是否講過無量義經 聖慾無量 眾生無量 聖慾無量 菩薩要圓滿他的願望 說法無量 說法無量 意亦無量 所以明明無量義 是不是合法 一定要看佛法 我們要怎樣融會貫通 就不要說一部經就看一部經 死板板的看 不是的 你一定要看法理 我們捉住法 依法不依人 依著法理 來融會貫通 為何妙法蓮花經 前面說無量義 因為無量義就是妙法 就是妙法 就是妙法蓮花經的妙法 因為他能夠入一切世間 行信一切眾生 但是怎樣要道眾生 他當中無染的 他入如來的大悲室 披柔和如來的衣 再如來的法空座 法空座就是波爺 是三樣東西而已 大悲 忍辱 波爺 是不是 大成妙法 因為你能夠收恭敬 能夠收供養 所以能夠窒得妙法蓮花經 好像常北英菩薩 就是恭敬卑下 收種種供養 妙欽菩薩 若王菩薩 以身來供佛 是不是供養 妙法蓮花經 妙法蓮花經教我們 行無量義 大家明白嗎 他一看的 他不是分開說 這裡叫我們怎樣道眾生 為何你道得到呢 因為我知道是假 對嗎 後面我說了以根元通 更加把靈驗經的以根元通 二十五位證到元通的大使門 他們證到元通的心得 這個觀音菩薩 最不思議這個金剛三昧 無作妙力 合法 為何會呈現出能夠 三十二種應化身應 一切國土 為何一時禮拜等於 進凝秀共用六十二億行 何沙法王子菩薩摩何沙 他那裡都解釋了 十四無謂全部齊 好心好心的 深到不得了 所以亦都說 如果你爭議成正 爭議清正的人 他理解不到 亦都說 我們說求生淨土 修淨土 我求移民的人 他根本亦都沒有 這樣的心量去學這種法 這種法呢 嚴格來說 是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以上的菩薩學 因為他說 習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記不記得 無量意經 就是大莊賢菩薩說 我如何可以 立即很快成佛 就是這種 這種法 就叫無量意 誰正在做 大菩薩 十地以上的菩薩正在做 所以這種法 是最不思議 觀音菩薩現在正在做這個 這個呢 無盡意菩薩 問釋迦牟尼佛 亦都是借佛口 去將這個無量意的具體化 去講出來 這些呢 是釋迦牟尼佛講 在靈嚴經 我們遲些講到的 耳根元通 就是由觀音菩薩的口講 一個是佛講 一個是口 這個是菩薩講 兩個講出來 將它兩部經去融通它 你就會知道 它那個 共通點在哪裏 好了 我們繼續講 大家 我輕輕講這句 我就不想在這些文字裡面 轉了去那些枝葉 大家知道這個原理就可以了 好了 應以帝釋身得道者 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 有人很想做天王 帝釋天 即是主管三十三天 我們中國人 就稱之為玉皇大帝 這個肉帝就管轄著這個四天王 以及下面這個 我們這個娑婆世間 因為帝釋天 即是你要做到一個帝釋主 其實不是說天人享福 不同的 主是有一個責任 如果你想生天 你還想為人間 乃自天人 作出貢獻 建立更好的天界的將來 這樣那個人才可以做到主 即是人間 特首這樣 那你一定要為香港做事 你才做到特首 是吧 做國王、做總統 那你哪個人做得到 你是要有一種管理的能力 以及要帶領大眾的能力的人 才做得到 所以呢 他説如果有人咬於 想做帝釋的 他就會現一個帝釋主 為他說法 好了 應以自在天身得道者 自在天 我們説綠玉天當中 化落天 即是化現一切快樂的天 好逍遙自在 那如果有人 我很想享受這些 那他就會現一個 自在天身的 的王 來為你說法 令到你圓滿 你求人天福報 應以大自在天身 這個呢 大自在天身 又叫做 摩斯守羅天 那這個 如果有人 很想生在這些 天界上 享福的話 或者是 清靜的話 他就會現出了 不同的身 為這些人說法 意味著就是 圓滿一切眾生的 欲念 我很想富饒 我告訴你 如何富饒 我很想健康 我告訴你 如何健康 我想生天 我告訴你 如何生天 我想生一一天界 我可以現一一天界的身 為你而說 為你說法 現大自在天身 而為說法 應以天大將軍身 得道者 如果這個人 得道 意思不是馬上成佛 是接引他 學佛 他就會現一個 天大將軍身 例如我們所說的 韋陀菩薩 韋陀菩薩 如果所計 就是 所謂三州感應 他有 東聖神州 南尖部州 北虛奴州 西牛河州 有些叫西牛貨州 幾種譯法 北方 那些人 根據佛經記載 覆布很大 不是很學佛 但是 南 南西 東 都是 三州感應 韋陀菩薩 守護著 天大將軍 其實就是 在扮演幾樣東西 第一 執行天規 執行法紀 凡天王 帝息主 四天王 守護著這個人世間 所謂各有所思 各有所主 我們看地藏經 看到很多 有主命鬼王 有很多鬼王 有無數的物跡 金剛物跡 護法 阿秀羅王 等等 很多 他們都是 聽名於 這個韋將軍 所以韋將軍這個力很大 在這個世間當中 韋陀菩薩也發言 守護一切騎籃 經典裡面記載的話 韋陀菩薩就說 只要還有一個修行人 披著如來的加薩 我會當 不理他真修假修 我會當守護佛一樣 守護他 所以呢 我們會看到很多寺廟 即他們的佈局 最前面叫山門 即山中之門 打開了 接著接引我們 我們當來下生媚立佛 接著叫天王殿 後面就見到韋陀菩薩 而韋陀菩薩 直線對上去 通常 可以擺的一定是直線 就擺一個大紅寶殿 即是說 不看曾面 看佛面 即是守護 所以為何他們的祖課 很多人都要念韋陀讚 就是多謝天將軍 在末法時期守護騎艦 即守護如來的道場 來接引眾生 但這就是大護法 亦都很多人世間那些 墮落先道 千尾網兩夜叉羅撒軌道等等 當他們發怨行善的時候 他們都會被一些正規的軍隊去涉 所以其實我們的六齋日當中 佛經記載有很多 因為天界和人間相當密切 很密切 即是我們有很多現在的人 全部由天來的 天見到那些眷屬 想不想我們回天呢 想的嘛 那你怎樣才回到天呢 你行善 你行善 所以他們 天一見到人行善 拍了手很開心 守護你 天一見你 行惡呢 傷心 沒有眼睛 他又不可以違反因果 人的法律 嚴不嚴格 你猜天的法律嚴不嚴格 更嚴 更嚴的 所以更嚴格 所以他們一見到你行惡 他們只有一件事 就是慨嘆 很傷感 所以你有沒有留意到 地藏經 偷利天公 神通品第一 或者是摩耶夫人 問地藏王菩薩 到底 南岩佛提的眾生怎樣 地藏菩薩講恩果之後 摩耶夫人的反應是怎樣 仇憂 是不是 天人見到人行惡 仇憂 所以 就要有很多時候 天是守護正法的地方 所以仁王 護國 般若波羅蜜 只要有人 有人王 在世間的王當中 他守護般若 守護正法 諸天鬼神 就守護他 他說 但是如果這個人 不守護正法呢 就會產生什麼呢 鬼神亂 鬼神亂 倫理亂 倫理亂 國家亂 國家亂 無數眾生 將墮大險下 所以我們要明白 人同天 在這個世間上 是很密切 所以舉頭三尺 有神明 千真萬狂 所以 莫輕小惡 以為無罪 死後有報 千毫守之 若果有人 有些眾生 他是要愈天將軍 他才可以導引他 歸衣三保 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善修行 這個菩薩 就會現天將軍 而為說法 並不只指這個 娑婆世界 是指宇宙虛空 一切世間 你這個菩薩 都能夠現一一身形 為一一眾生說法 這裏所指 他可以現天將軍身 應以皮沙門 皮沙門 也是天王身 他又可以現一個皮沙門身 而為說法 總之是天王 能夠現一一天王 而為說法 應以小王身得道者 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 如果現大王身 應大王身 這裏只是一種表法 意味著這個菩薩能夠現一一身 小王者 當然有些恩怨 好像記不記得地藏經裏面有說 有兩個國王 一切至成就如來 當時兩個國王 大家想要搖益眾生 我將來要先成佛 旁邊的人就說 你先成佛 我要救所有眾生成佛 我然後才成佛 這些是不是小王 不要以為小王一定是小人 不是的 大菩薩也可以現小王身 所以 御事者 該是應一個小王身 而能夠導引一班眾生的時候 他就會現一個小王身 來去導引這些眾生 這些眾生 很不可思議 當然 菩薩能夠現一一身 我們也看地藏經說 釋迦如來過去在五族惡世 南嫌浮堤導引眾生 現種種身形 或現男子身女隱身 或現山林穿圓何持全井利及於人 非但佛身獨現其前 我們會知道一件事 這些就是 行無量意的菩薩們 能夠 印應著一切眾生的恩緣 種種性慾 種種喜好 而圓滿他們的願望 分為他們說種種的法門 眾生無量 說法無量 說法無量 意亦無量 若菩薩修行一法 無量意者 皆得窒得 阿紐多羅三秒三菩提 全部呼應到 這也是 菩薩能夠現小黃身 而為說法 如是者般地 應以長者身得道者 得高望重之人 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 應以居士身得道者 居家學佛之士 以前我們說白衣 未是出家人 但是 他能夠深入 研究佛法 受辭禁界 能夠以佛法自居 自己受用 利益眾生受用 名為居家學佛之士 他就可以現居士身而為說法 不止自道 還化他 應以載官身當官 他言官患之身 即現載官身而為說法 應以婆羅門身得道者 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 婆羅門在印度來說 是屬於四聖當中的最頂 婆羅門在印度的 是屬於宗教階層 這個宗教階層 因為整個國家的文化 是推崇 以宗教為主 所以能夠做婆羅門族 是不得了 身份是顯赫 然後是薩蒂 薩蒂 薩蒂即是一些王族 然後是士龍工商 廢社 我們叫做一般的市民 然後最下就是 守陀羅 這些是 那些叫戰民 那些奴隸 現在其實 佛陀時期 佛陀是刻意打爛這些 這些 這樣的 范利 所以佛以最恭敬 最卑下的身份 來度眾生 他不是以婆羅門 也不是以薩利的身 不是 而是一個克士的身 你留意一下 所以他是刻意 把這種四性的 高低分野 打爛 但是現在印度 他們都出現了很多問題 包括 實質上 社會上是有四性的種族 一直是困擾著的 就是說 我天生是婆羅門的 我會威很多 特有皆權 特有權力的人 這種就是 歷史遺留下來 一直以來幾千年都是這樣 當然 他說 婆羅門是否有公信力 有 如果該是現一個婆羅門身 他又會現出一個婆羅門身 而為說法 在《以門懸通》當中 觀音菩薩還說到 如果你要占卜聖相 他可以現占卜聖相 這些相事 圓滿你的慾望之餘 然後引導你入正道 當然 這些是菩薩的善巧 善巧方面 好了 婆羅門身 能夠用一種宗教的儀式 宗教的禮儀 攝受眾生 令我們能夠真真正正歸境三步 他又會現婆羅門身 以為說法 直以引導 應以彼優 即是出家 彼優離 女的出家人 彼優婆室 授持五屆的彼優婆室 女的彼優婆而身 得道者 他又會現 彼優 彼優離彼優婆室 彼優婆而身 以為說法 所說佛法 不離三種 大家明白 第一 信如來 信恩果 第二 知一切如患 第三 道一切眾生 離患道眾生 來來去去都是這三種 應以長者 居士 宰官婆羅門 婦女身 得道者 即現婦女身 而為說法 即是說 長者是女士 居士是女居士 宰官可能是女官 婆羅門婦女 她都會現不同的女身 而為說法 即是說 亦男亦女 那現在我們中國人 一般一講 觀音菩薩 我們會想到 白衣大事 是嗎 白衣是純潔 大事 好像媽媽一樣照顧我們 為甚麼呢 的而且確 菩薩代表母 這個是很貼切的 因為媽媽 是不是很疼子女 慈母 是否最疼子女 不怕 他有一百個子女 那一個病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那她就不睡 就去照顧她 是不是 慈母的心 就是這樣 慈父 未必有這種心 這個是與生俱來 母性 那種流露 所以 用菩薩這種 敏念眾生 關懷眾生 緊要過自己 來應用母性 我又覺得很貼切 那因為這種 因緣而示現女生 我覺得是 完全正常的 完全正常 所以 你說女就行 男就行 我們通常都不去議論她的性別 只是說 她是 愈慈母般 關懷一切眾生 猶如愛子 如果不是 剛才我們所說 整個宇宙虛空 任何眾生一叫 你就碰到她 億萬人 同時叫 億萬人 同時應 沒有快慢 沒有說我快點 你慢點 沒有同事的 很厲害的 千處祈求 千處應 快到不得了 那我遲些要講一下 大悲心 陀羅尼經裡面所講的 大悲心 你就知道更加 我先講廟佛蓮花經 普門品 接著我會講 以門元通 接著我會再講 大悲心 陀羅尼 你就會知道 菩薩的心在哪裏 原來貼著我們 沒得走 好了 應以同男同女生得道者 即現同男同女生而為說法 依美雀 舉個例 之前我們講的八歲龍女 在文殊菩薩 在龍宮 化到她 然後轉身 成了佛 嚇到阿羅漢 嚇到他方的法王子菩薩 摩可薩都呆了 有些這樣的事 都沒看過 那這些會不會是菩薩化現 以同女生 亦都有一部經 叫妙慧同女經 八歲的妙慧同女 跟文殊菩薩過往生的恩怨 這些都是菩薩的化現 應以同男生同女生得道者 他就會現出同男同女生相應 那個國土 那些眾生的恩怨 現身而為說法 應以天龍 即是天人 龍宗 龍就不理會天龍好 地龍好 龍好 這個詩語 掌補 執掌補藏 龍好 夜叉飛行快捷的鬼 錢達婆 錢達婆的音樂神 錢達婆是音樂神來的 有人說那些大鵬 加勒羅 大鵬金次鳥 阿修羅的戰神 集氣 很喜歡用力量 阿修羅 加勒羅 大鵬金次鳥 是獨角 有一隻角 歌神 魔後羅騎 一些網蛇人身 這樣的 我們名為天龍八步 人非人 就是對天龍八步的統稱 或者對金納羅的統稱 叫做人非人 意味著 一一天界 一一眾生 它可以現一一身形 這裏只是籠統的表達 或男 或女 或天 或龍 或神 或鬼 或菩薩 或佛 或癖之佛 或阿俄羅 它能夠現一一身形 應該你看到這些身得道的 它都可以 隨順你的恩怨 現出一一身形 為你說法 令你得道 如何得道 又問他 他現了那麼多身 到底是怎樣 《地藏經》裏面說 又是引起那幾句 我經常講的是重點 《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行鵝沙世界》 《地藏菩薩》這樣說 《夢佛接來 接引以來 使獲不可施以神力》 《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行鵝沙世界》 《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 《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 怎樣到 令 安彌陀佛 對 歸敬三步 你只要能歸敬三步 《我叫你念阿彌陀佛》 《我叫你念釋迦牟尼佛》 《我叫你念釋迦牟尼佛》 《我叫你念藥師流離光月來》 《乃至十方諸佛的名號》 《我叫你讚嘆禮敬共養地藏王菩薩》 《與及十方無量菩薩摩可薩》 是否三步 是否佛法僧 《我為你宣說無量的法門》 《金剛經》 《圓國經》 《圍魔經》 《靈驗經》 《妙法蓮花經》 這就是法 能夠令到歸敬三寶的人 全部都得道 那會怎樣呢? 永離生死 然後呢? 原來一碰那一刻 拉尾就已經是如來方便品那句話 《若人散亂心入於寺廟中》 《塔廟中一清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在佛眼看已經成佛了 為什麼呢? 這裏就叫做南無佛 所以菩薩道生 你說難就行 你說義就行 但是所有特點在哪裡? 我們凡夫念念當真 凡夫是當什麼? 夢中人 猶如幻思 道諸幻仲 這個就是般若 在這裏一定要講 妙法蓮花的基礎在無量義 無量義的根本在無上 無量義者從一發生 這一發就叫做無上 即是講明 菩薩必須要來一切上 這是行妙法的基礎 在離一切上 所以在妙法蓮花經 佛對什麼人講? 對阿羅漢講 對癖之佛講 大阿羅漢講 發大心 發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心的阿羅漢講 所以佛對著這些人講 一定要是覺悟的基礎 所以我們看地藏經講 這個地藏菩薩 已在聲聞癖之佛地 你不要以為他真是不懂 他願力應化而已 心如功話師能畫諸世間 畫出來而已 分佈諸色彩虛妄取異相 你不要以為他真是不懂 是定中一切的演變 在三昧成就 所以要問他 這個菩薩修行什麼三昧? 能夠作這麼不思議的應化 原來我們凡夫是業力應化 菩薩是三昧當中原力的應化 所以杜拉麥的結果一定是好的 因為他是自編自導自演 一定成就 所以能夠成就一切種子 這種成所作志 並非異成人能夠理解 在這裏 在《妙法蓮花經》裏面 可以說得解得臨力盡致 全部將裏面的適空緣容 在覺悟了的基礎下 如何去游戲應化一切世間 演示一切身形 以冒染一切假象 發空座 座如來發空座 能夠以柔和忍辱身 能夠行一切大悲的示宴 但是無染一切的幻化 這樣的人 名為中道第一二帝的實行者 好了 即是說 不理三十二種身形 他都能夠認知而為說法 應以執金剛神得道者 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 種種的身形 都是相應一一的眾生 到來尾都是叫他什麼 歸敬三寶 都是這樣 捨此無他 會不會叫他歸命 歸命我 我是觀音菩薩 你歸命我 會不會這樣 一定沒有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清楚 無盡意 是觀世音菩薩 成就愈是功德 這個菩薩 久遠劫離 已經成就 剛才我所說 能夠現一切身形 普及一切門戶 哪個門口 他都敲到你門口 進到你家 不用你找他的 他找你的 很厲害的 成就如是功德 以種種形 種種的身形 油諸國土 用這個油 這個油 油換就可以 油氣也可以 油氣的意思是什麼 玩的 我曾經想過 以往我們的生死 是業力 你不能主導 他壞就壞就好 但是現在我學佛 我知是假 咦 是呀 他還起還滅 還起還滅 那我將來怎樣呢 如果我現在說是拍戲 那便好玩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進入這種心態 我經常都一看《經》 我就進入這種心態 很好玩的 哦 即是說 如果宇宙虛空 應有的苦難世界 如果我發個願 就可以改變他 你真的不用 喏 雖然是患 但是他真的有患的因果 嘛 我跟著他介入了下去 我的願去介入了他 他就會改了 將來就改到我心目中的那個境界 那我怕不怕生死 喂 原來要生死很多益劫 你才搞得到 又如何呢 那就生死很多益劫 因為為什麼呢 本無真實 喏這個 就形成所謂普賢十願 我以普圓行願力 所有虛空極微塵素佛國土 他沒有說過去現在將來 他是說所有 嘩 你說大到怎樣 無盡 無盡 他說虛空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業盡 眾生煩惱盡 我此大願 無有窮盡 念念相逐 無有間斷 身願意業 無有皮煙 你說他的願有沒有盡 沒有 現的身形有沒有盡 沒有 功德有沒有盡 沒有盡 因為無盡的功德 就是這個宇宙虛空的無盡功德 任何人一碰這個功德 你想迷都幾難 所以 為什麼 十方諸佛 大圓鏡治 能夠圓滿廣道一切眾生 能夠盡之虛空一切真相 因為他的願力 偏門去空 他的功德偏門去空 他的成就偏門去空 在過去現在 將來一切時一切境 能夠自在廣道一切眾生 行這個法 名為妙法年華 如果一看到 你就會知道 在佛經當中 如何去呼應 這個菩薩 以種種的形 游棄 在諸國土當中 一切國土 一切 一切 你將來成佛也好 他在這個國土正在做事 道脫眾生 事故與等 你們 所有的人 佛對著無盡 與菩薩說 與及在會的一切菩薩 一切眾生 對嗎 應當 應該怎樣 一心 大家知道什麼叫一心 不是做出來 是沒有東西比他更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一心一意去做 供養 觀世音菩薩 是觀世音菩薩摩可薩 這個菩薩摩可薩 於暴衛急難之中 在暴衛 驚恐恐怖可惠 好危急 好危難當中 能思無為 很多時候有奇蹟出現 只要你一心清念 他便會應 有些人念不應,為甚麼?半信半疑 不是一心,心術不正,目的不清楚,當然不認 你試試,你的出發點又對,又真心真意,專心一意 將整個生命交給他,他怎會不應?一定會應 事故此娑婆世界,皆好之為,私無畏者 在這個娑婆世界,堪忍受逼得的世界 所有修行人,懂得他的人,都會叫他做 哎呀,有觀神菩薩,你已經甚麼都不用怕 是否威名軟波? 有甚麼病他醫不了?有沒有眾生他救不了? 是不是今天很清楚?好像看到樣子,好像很近 以前好像,只知道他是菩薩 只知道他很威的,原來不知道他威成這樣 又不知道他跟我們關係相差,這麼交關 剛才我舉了一個一億,採時這個,好嗎? 一億就只有幾個就中了 一個不知多少個,未必是你,是嗎? 但我今天說這個,超不超過一億? 嘩,不知道那些百千萬億,個個拿到的 當然個個拿到的,還要決定成佛 嘩,你哪裏找? 所以我們說,真是能夠有機會聽到佛法呢? 你一重視,你一當是補 你馬上受用的話,真的 這些呢,是否要很有福報的人才行呢? 我們有惡業在身上 惡業會形成出一種甚麼?障礙 甚麼障礙? 自我尊貴的障礙 自我尊貴是這個五族惡世的人最大的障礙 所謂貪真賜,然後慢,慢了就是我 我大過你,我當然是輕盼你 如果我小過你,我不敢輕盼你 當然是我覺得我高 都說這個乞丐也比人高 你很漂亮,是嗎? 你老爸有錢而已,是嗎? 乞丐也比人高 因為乞丐也比你高 這個世間的人,多重業的人 他都覺得高過你 我慢,是學妙法蓮花的最大敵人 所以我慢的人聽不聽得到? 不聽得到 要恭敬 要重視 要有大志向 要向著佛 要此志成佛 要廣道眾生 這些菩薩進一聽,如飲禁勞 句句聽下去 嘩,好棒,好棒,好棒 好受用,好受用 那麼今天,無俊義菩薩在這個聚會當中問佛陀 佛陀用甘口 對著大眾,對著一切如來 對著無數菩薩 去讚嘆清陽觀世在菩薩的種種功德 我們將來因為無俊義一問 我們現在在學習的事 都要多謝無俊義菩薩 他不問,我們不能聽 但是,是否圓滿到他的願望? 圓滿到他的願望 其實觀生菩薩有沒有出過一句聲? 坐在這裏 沒有說任何話 全部是佛講的 我們將這個景象告訴大家 大家透過這個觀生菩薩捕捕捕捕 最好怎樣?回去 逐句談一談 然後一心清明 看之前念觀音菩薩 看完之後感恩念觀音菩薩 將來將觀音菩薩利益一切眾生的事 自己感受利益眾生 跟眾生講 今天我們的時間已經過了 到此為止 我們一起起立祖國迴向 阿彌陀佛 我們真誠將今天講解 聆聽觀世菩薩裹滿品的 一切不可施以功德 迴向法界諸眾生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